1月14日深夜11時許 本所同仁在花蓮市莊晉路上 發現一輛自小客車逆向紅線停車 所以上前攔查 該車懸疾加速討逸 後警方尾隨在後 並在副翔路口将該車攔停盤查 經查陽性駕駛為台南地院發布之通緝犯 依法上銬逮捕移送偵辦